有朋来访不一乐乎 今天的客人是谁呢 刚刚听你的分享 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妈妈 没有了 都在学习 而且你不只是爱你自己的孩子 你更把这样子的爱扩大到更多的孩子 我知道这几年你都在中国 一直做这个留守儿童这方面的事工 我想先问你一下什么是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其实在中国 我们现在已经达到国家级的问题 已经大概有六千多万的孩子 他们的爸爸或者妈妈都出去大城市打工 把孩子留在农村 那么如果你认识中国 我们是户口制度 如果他 比如说他在河南出生 他有免费的教育 还有土地 他可以有房子住 那么如果他跟父母出去上海 大城市 北京 深圳打工的话 其实他就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他根本也没办法进到那边的学校读书 是的 所以父母没办法之下 只要把他们留在农村 那么也是因为我们中国的经济起飞了 就需要大量的农民去做工人 跑到大城市建筑的工厂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make in China 对不对 都是这些农民 大城市可能工作机会也比较多 可以赚到比较多钱 那么问题就是小的孩子就开始觉得 是不是爸妈不要他了 他心里就很难过 没有安全感 那么也有些少女很容易就没有教导 在性关系方面或者甚至有些坏人 去讨他们便宜什么 让他们也是心里很难过 还有些小男孩我发现 他们因为有两个月的暑假 我们大部分一两个月 他两个月暑假又不用上学 可能学了坏习惯赌钱 或者一些不好的东西 跟一些不好的孩子 很容易就不想念书了 那么如果中国有六千多万这么孩子 就是非常的对国家来 对未来来说 我常常会想 到底他成为我们的希望 还是负担 所以其实刚才你说 我很有爱心 也不是 是你真的很有爱心 也不是这样说了 就是因为我成为基督徒 我大概在 我是2003年信耶稣 大概在2010年 我很感恩 我很多时候在不同地方 可以传福音 因为以前曾经是义人 那么我就发现 有些人好像信耶稣 信得糊里糊涂 跟人家拜偶像没什么分别 但是也是很认真的 我就跟神祷告 我说神啊 我希望我要么不要信你 信来真的嘛 我想做一个真的 耶稣所要求的门徒 我说求你怜悯我嘛 因为我做了这么的祷告啊 那么神真的很好 他就感动我跑去农村 我才看到留守儿童 这个情况 而且他在我祷告的时候 他也给我一个意念 他要我去帮助这些孩子 他爱中国 他爱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其实在心里 我也有挣扎 你知道我曾经跟神祷告 我说神啊 你给我四个孩子 好像很多 但是那个时候 我四个孩子都在外国读书的 都长大了 他们也去了外国 妈 美国好啊 香港急得不得了 都喜欢在外国 我就跟神说 我说神啊 你给我好像很多孩子 又好像没有孩子在我身边了 你知道神给我的感动是 祂说你要做母亲 你的孩子长大了 他们可以自己去照顾自己的 现在我要你去农村 去帮助这些水深火热的孩子 他们爸爸都出去了 没人懂得去帮他们 你可以为我照顾他们吗 那么那个时候他说 我说神啊 如果你要我去照顾他们 那么你要照顾我的孩子啊 你要带领他们啊 我就感动 就那种感动就是 神说你愿意照顾我 要你照顾帮忙的孩子 我就照顾你的孩子 哇 我说这太划得来了 赶快答应神 我就跑去中国的龙圈 真的 其实开始的时候 也是很害怕 因为中国我没有真的住在那儿 也只是有时候旅游去玩嘛 对 或是去传福音布道会的时候 对 那么就 但是神很奇妙 在这短短 我从2013年尾开始了爱奇经 到今天四年 真的好像走在使徒行转中 神真是让每一个事工 都是打开得很顺利 而且我们帮助了 好多的农村的单位 里面也有一些政府的机构啊 有些学校啊 也有些是教会 很多教会都参与啊 那么我就发现 哇 就是一直跟他们分享 感动他们要帮留守儿童 他们其实开始的时候很害怕的 哇 带孩子谁愿意 不知道怎么开始 谁愿意带孩子那么麻烦 对嘛 就是神的灵感动他们 那种爱心都出来 所以不知不觉之间 短短四年 从第一年几十个农村单位 到2017年刚刚这个暑假 已经有4000多个农村单位 跟我们合作 所以你刚刚提到爱基金 是你特别为留守儿童 而成立的一个基金会吗 真的为儿手儿童而生的一个基金会 那么帮助了4000多个农村单位 也帮助了40万个家庭啊 真好 他们的老人家或者那些单亲的妇女 还有那些小朋友都进到这个单位 是 真好 层一层的馆 对 那么我们重点都是找当地的领袖 跟他们讲这个事工 这个留守儿童的训练 就你们跟他们一起合作 那么我重点问他们 你有什么需要 因为不是我硬塞给你一些东西 对 是你有什么需要 我就尽量配合你才真的帮助你 是 那么他们大部分告诉我 就他们没有老师 在这方面栽培孩子 他们没有器材 你知道农村很穷啊 连电脑投影器什么都没有 又没有教材 所以都不知道怎么去 有心也没有办法 没有力量去做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4年 是他们派人才给我们 他们挑了很多农村的妇女 来学习什么叫做亲子教育 儿子教育 都愿意做爱心妈妈去帮 我们栽培了1万多人 1万多位妈妈 都是他们派过来学 因为他们心里火热了 发现原来我们不是可怜 你知道那些农村妇女 其实也很可怜 就代表他们的丈夫都出去打工 他等于我们说 他们在守生寡 一年都看不到丈夫 上要照顾老人家 公公婆婆 下面人家出去孩子都放过来 你也要带 还要做丈夫那个农夫的工作 好辛苦 非常辛苦 所以他们也没有注意到 他身旁那么多的留着儿童 但我跟他们分享 他们都流着眼泪 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孩子 为什么会从一个外地的姐妹来告诉我们 所以当他们心里感动 他说好我立志 我的余生就要把这些孩子带出来 他发现他不是可怜的 原来他是农村的中流砥柱 要靠他们去帮老人家 去帮我们的下一代 特别那么多的留守儿童 所以当他们愿意做的时候 就事半功倍了 那么我们也给他电脑 投影 筹款 好多东西给他 他就发现 很多教材 器材 卡通片 我们都弄了一大堆给他们 孩子的品格卡通 很多都有 他就发现 不太难 困难 他们就愿意 他们学到的东西 而且还在农村招呼义工 把他学到的交给其他人 哇 你去到农村 你感动得不得了 整个都不一样了 老人家一大早来了 煮饭的在煮饭 做老师的老师 还有一些就在那个单位里面 做保安 保证孩子的安全 真好 所以我就发现 这好奇妙 神感动我 不单是本来以为帮孩子 原来也帮到妇女 而且通过施工 老人家也帮助了 因为他们很安慰 原来他们的小孙儿 有人爱 有人待 他们也有一种安息的感觉 那么我也发现 更重要就是 那些孩子得到生命关爱栽培 他们不再觉得没人爱他 原来父母也为了他们出去 希望多赚钱 有人跟他解释 也是为了爱他们 所以他心里就有了安慰 而且也发现也有很多叔叔 阿姨爱他 而且可能他也愿意 愿意在教会 也更能够看到神也是很好 那么他心里很平安 那么那些妇女 从他觉得自己很可怜 变成原来他还可以祝福人 你看那个生命改变多大 然后看到还有老人家 也可以这样帮助 那么看到整个农村 都有一片福星 很正的能量 整个都福星起来 我觉得自己能够参与到这个事情上 是我自己的福气 我也没想过今天可以帮到40万个这么的家庭 所以我们跑大部分都是在农村比较贫穷 留守儿童在的地方 因为他们真的好需要 而且我觉得爱基金真的很棒 爱基金不只帮助到留守儿童 帮助到当地的妇女老人 帮助到整个社区 真的整个社区被复兴被翻转 真的好有意义 我想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应该也跟我一样 觉得很感动 也很想要可以加入这个行列 那不知道我们像我们北美的观众朋友们 要怎么样可以加入爱基金 还是我们能够做什么 其实我来北美 我发现很多爱国华侨 他们都是很希望知道中国有这个需要 都愿意帮 那么我看到其中一点 他们就会筹款 帮忙筹款 我不知道去到哪里 他们就说 丽萍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助你 因为太有意义 大家都好想一起做 是 那么其中他们会帮助筹款 也有些跑到参加我们的事工 跑到中国去关心中国的儿童们 带给他们关爱 送礼物 去探访 什么都有 也有些医生 我会检查牙齿 有些医生是眼科的 我们会跟他配眼镜 好多 我就发现原来爱基金好像一个平台 让大家都可以 把那个资源配套 都连接起来 让有的帮助 没有的 没有的也看到人间有爱 太好了 很感恩 太好了 今天我们谁来做客 真的很谢谢蒋丽萍 来当我们的客人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收看 有朋来访不亦乐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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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